除为俄军核武器 近日 据媒体报道 近期有网友提问 一旦爆发全球核战争 哪些国家将首当其冲使用核武器 对于这一问题 专家公布最新答案 最先使用核武器的国家 极有可能就是目前核武库规模最大的美俄 而随着近期 美俄交锋 日渐趋于白热化 那么如果美俄爆发核战争 有哪些国家会安然无恙 核战爆发后 对全球来说都是一场浩劫 没有哪个国家能幸免于难 不管它多强大 得知这个答案后 网友不仅感慨 答案让人很遗憾 图为核武器爆炸画面 核武器是目前人类拥有的唯一一款可以有效毁灭自己的武器 这种武器堪称是苏俄系武器简单粗暴特点的极大成者 除了工艺及其精良外 它就没有什么更复杂的操作需求和使用注意了 将它用弹道导弹或者轰炸机发射出去 在目标上空 爆炸就完成任务了 它巨大的威力荡屏 一座中小形成是完全没问题 从而弥补精确度的不足 此外 核弹爆炸后产生的辐射雨 以及对地表数十年的污染 都会不同摧残住爆炸中幸存的生命 正是因为核武器爆炸威力极大 同时辐射等二次破坏能力强 使得它具备很强的威慑力 很多国家都将其当作镇国神器使用 威慑他国的同时 也与其他有核国家制衡 当然了 核武器如此巨大的破坏力 早就引起了国际组织的关注 联合国曾不止一次提出议案建议销毁核武器 美俄这两个最大的核武库所有国也同时削减过几次核弹数量 勉强将其手中的数量降到安全水平 图为核武器爆炸画面 美俄手中的核弹头 虽说已经削减了不少 但并不代表它们不会使用了 两国宣称现有核弹数量为安全数值 也未必真的安全 作为目前拥有核弹最多的两个国家 如果两国能和平相处还好 而现实是美俄目前关系并不是很友好 甚至有些紧张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 多年以来一直以挤压俄罗斯在欧洲的战略空间为生 大有要让其在东欧无险可守的势头 这对于俄罗斯来说是无法接受的 再加上他们以牙还牙的作风 如果北约真的做过头了 不排除俄军发射核弹的可能 一旦美俄爆发核战争 那对全球来说 绝对是一场浩劫 这两国打起来 可远远没有表面那么简单 由于两国盟友众多 这又是关乎生死存亡的战争 所以短时间内势必会发展为多国大战 从而升级为世界级战争 此外 俄军还拥有死守核反击体系 一旦其遭遇核打击 那么俄军若干没核弹 将有序攻击既定的北约重要城市 这种数量的核弹 别说报复北约 毁灭人类也够了 图为核武器爆炸画面 核武器是一把双刃剑 用得好它将是达成兵不血刃 这一战略目的的利器 而如果用不好 它也会变为毁灭人类的潘多拉摩河 目前 美俄成为全球核大战是否爆发的关键 一旦这两国有一方不冷静 那么 全球都会陷入一场浩劫 没有哪个国家能幸免于难 也会变成为全球核大战是否爆发的关键